故事又发生在机缘版本中 玩家刚选了一处绝佳宝地搭建了自己的住所 起初玩家在世界内正常的游玩 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 他发觉为什么一直在下雨 并且最重要的是 玩家随后来到了住所附近的村庄中探索 但是转悠了一会儿后 他发现了一些不太对劲的地方 他在村庄外的草地上发现了一块火板门 玩家慢慢靠近后 谁知打开 里面竟藏有一个村民 什么情况 村民是怎么进去的 玩家随后将这个村民解救了出来 但是他发现 眼前的这个村民看起来神色极其的慌张 他似乎很害怕 就好像周围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存在一样 眼看着天色也越来越暗 玩家决定先返回住所入睡度过黑夜 第二天一大早 他决定将之前积攒的四枚绿宝石 拿去村庄与村民做交易 可刚离开住所 他便在住所外发现了一只黑色的兔子 黑色兔子 玩家瞬间想起朋友之前告诉过自己 如果在世界中发现了黑色的兔子 是一件极其不幸运的预兆 果不其然 当他再次返回村庄时 他发现了新的异常 原来这里是有房子的 怎么现在没有了 房屋凭空消失了 只剩下了一扇门 我去 这也太诡异了吧 并且随后玩家又发现了新的异常现象 为什么这儿有一些漂浮在空中的樱花树叶 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 他又在村庄转悠了一番后 又发现了新的异常 这个房子的门 为什么是铁门 玩家立刻拿出了铁稿 但挖开铁门后 里面竟然被困了很多村民 这太令他匪夷所思了 截止到目前 时间内的雨依然没有停 并且黑夜已经到来 时间内会刷新出很多的MC怪物 正好玩家想与这些夜晚出没的怪物 白头一番 但是他在附近撞运了一大圈 都没有发现一个MC怪物的身影 玩家随后离开了村庄 刚走了没几步 突然他就看到了苦力怕的身影 看了一切正常了 但是玩家又回到村庄后 这些MC怪物又不刷新了 玩家感觉自己一进村庄 这些怪物就停止了生成 他此刻内心十分的慌张 他决定还是尽快的返回自己的住所吧 可返回住所后 他便在住所的地板上 发现了一个不知名物品 这像一双眼睛 他本能拿出斧子挖开地板 随之一个幻翼映入眼帘 幻翼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的住所内 玩家赶快睡觉度过黑夜 第二天一大早 他便爬到了亮望塔上 想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 上来后 一个告示牌赫然出现 上面写着 我也不想变成这样 但是我会解决所有人 玩家很害怕 他小心脏扑通扑通的直跳 都快跳了出来 随后他下意识地来到了附近的樱花树林 想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新的线索 在这又走了一会儿后 他又发现了一处村庄 但是奇怪的是 在村庄搜刮了一会儿 他并没有发现村民的身影 他又尝试寻找了一番 他已经将这片村庄目光所致的所有角落都搜寻了一遍 都没有发现一根村民的头发 就在他来到村庄的水井旁时 一个抬头 只见水井中出现了一个骷髅头孔 再一个转身 玩家的右下方出现了一个身影 那很像是一个实体的身影 玩家想赶快过去查看 但是当他下来后 发现这里并没有人 突然下一秒 玩家物品栏中的泥土块没了 他赶快打开背包 发现里面也没有 这是什么情况 真是离谱回家 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 后半句我就不说了 屏幕前的知道的 请打在他目上吧 此时世界内又进入了夜晚 玩家此刻的心无比的慌张 他总感觉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 果然 怕什么来什么 很快那个身影便再次出现 刚刚就出现在他身后 玩家被吓得眼泪都快从嘴角流出来了 但是他依然不想推出游戏 他必须要弄清楚这一切 到底是谁在搞鬼 当他再次来到亮望塔上时 高线牌上的内容又发生了变化 玩家还没来得及看写的是什么 下一秒一个转身 一个极其恐怖的身影就站在他的面前 玩家被吓得拔腿就好 并且他现在的血量已经仅剩了一颗 随后他火速地逃回了自己的住所 可他走到门口时 惊奇地发现 屋门是打开着的 也就是说有人来过了 他本能地拿出了木剑防身 接着他怀着忐忐不安的心 朝着住所内缓缓移动 当他上到二层时 二层阳台的门也是开着的 直接里面出现了一块告示牌 玩家走近后发现 上面写着 戴着面具的你看起来虽然英俊 但死气沉沉 玩家看后迅速地RF5件切换视角 果然自私的游戏角色发生了变化 自己的脸上被戴上了面具 What 谁给自己戴上的 他此刻的内心已经恐惧到了极点 当他再次走到雾门口查看时 外面空空如也 随后他再次返回了住所 他想去一层的阳台看看 当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后 左侧好像并没有什么东西 但当他看向右侧时 一个长发尸体就站在他的面前 故事到此结束 屏幕前的大家别忘记点追按钮订阅节目 下次更新不迷路哦